第一,要完善数前的常规检查 包括血常规、肝肾功能、营血检查、心电图、胸飘、彩操等 排除手术禁忌症 第二,超生检查是目前甲状腺营血检查的首选方法 应在数前充分的评估原发种类的大小、位置、边界清晰程度、多造型和局部的轻润程度 此外,局部中央区或者是警测的淋巴结总大情况也应该进行检查 淋巴结的异常可以根据大小、形状、回生、血管丰富淋巴结门消失和钙化加以确认 基于以上因素辨别的可疑淋巴结可以用超生阴导下的细征穿石进行识别 以确认是否需要进行颈淋巴结清扫 CT和核齿检查可以显示原发灶和气管、湿管或者警务大气管之间的关系 对于六级腺病的甲状腺癌 以及四级伴有难以通过超生检查发现的甲状腺下方淋巴结需要做上述影像节检查 第四、对于高血压糖尿菌的患者应积极把血糖、血压控制在安全范围内 第四、对于服用R-10-P-0等抗瘾药的患者 素前至少应该停药一周以上 第六、对于合并假抗的患者应该积极控制假抗 使心率降到100次以下 第七、素前要戒严戒酒 第七、素前要戒酒